对于似曾相识的感觉,不同领域的科学家对此持有不同的看法。 心理学家认为这是内心对于特定的外界事物产生的心理波动,医学家认为这是大脑思绪混乱导致。 而科学家却认为如果你出现了似曾相识的感觉,那么可能是平行宇宙中的那个你在给你传递讯息。 那平行宇宙是什么呢?形象的说可以把我们目前所在的宇宙看作是一个独立的平面,而平行宇宙就是从我们目前的平面中延伸出的另一个独立的平面,两平面既不重合也不相交。 正常情况是,八字解读人生,风水改变命运。 大家好,居室,从业风水26年,很多人通过我的调节都获得了巨大成功。 针对八字测算,风水布局,命力分析,事业财运,首相面相,感情婚姻,有独到专严见解。 如果你的财运不价,情感不顺,诸事繁星,原主可添加本居室微信26682135,一一帮你调节化解,记住微信26682135。 似曾相识,可能是你在不同宇宙之间转动所引起的感觉。 有其他宇宙的存在,这个想法得到了几位科学家的知识,其中一位是理论物理学家及诺贝尔奖得主Steven Winberg教授。 根据温伯格教授的看法,很可能在同一个房间内,有无限多个平行现实世界与我们一起共存。 平行宇宙的概念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非常难以理解,但如果一旦被证实,将会彻底颠覆人类的整个宇宙观,颠覆人类对时间与生命本身的理解。 或许,在不久的将来,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,科学家将能为我们真正揭开这个谜。